我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我真的有点惊呆了 我没想到这么多 真的 老公我问你个问题啊 在台湾 你生活在台湾呢 就是你觉得什么是跟你生活密不可分的呢 我把这个问题的话 也问咱们在座的这个朋友们 什么是在你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看看我们是不是一样的 来开饭了 炸鸡流 哎呀这明显被偷吃了 谁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小Q 妈呀 你们咋没说是我呢 呃这个是什么 洋葱炒蛋 然后青椒炒肉丝 快来开动了 快 开动开动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吃完饭了 这是我们的聊天时间了 呃今天跟大家聊聊天 小Q是冷了吗 一直拿着他的衣服在这闻 小Q你要穿衣服呀 你是啥意思 你是冷要穿上啊 我跟你穿上 要不要 嗯 要不要 你别咬啊 咬坏没得穿咯 这是我在咬这个玩呢 嗯 我今天呢看到一组数字哈 真的有点惊到我了 我没想到会这么多 然后老公我问你个问题呀 你觉得就是生活在台湾呢 跟你生活密不可分的 你想想看是什么 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吗 对 哈哈哈哈 大家跟我们的答案是不是一样的 真的是便利商店 我呢就是看到这个数字时候 我真的想说哇真的 便利商店真的是在我生活当中哈 是密不可分的 不管是什么 小七呀 还是说全家呀 什么莱尔夫其他的哈 这些便利商店 真的 你知道多 我说我看到这个数字 你知道我多夸张吗 小七呀 是开到第 老公你也听哈 开到第6711间 你想到我这么多吗 想不到 我知道很多很多哈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单单是这一个 小七哈 就有这么多的这个便利店 6711间 哇台湾一共才有多大呢 是不是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 应该是哈 我记得我在网上查过是这个数字 然后呢还有很多山脉 山上的话 当然相对来说 店就比较少 对不对 哇那你看其他地方 你说这个密度可想而知哈 还有其他的呢 我现在说这个6711的话是 Seven那天 就是我看到那个广告说什么 庆祝第6711间店这个开业哈 然后有这个活动在 我想说哇 Seven就有这么多 那还有其他的 像全家莱尔夫啊 然后还有就是 老公全家莱尔夫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吗 还有OK 我女儿都知道 然后真的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哈 我跟大家讲哈 因为我们家最常去的就是 小七跟这个全家 我觉得小七很厉害哈 就是给大家看哈 我们常常去小七吃东西 像我喜欢吃他们的一些微波食品 虽然很多人会讲说 微波食品不要吃太多 不健康哈 但我真的觉得超方便的 而且就是口味多到一个哈 每次就是我这种 有选择困难症的人 我都觉得说 哇我都选到说 不知道吃什么好 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 只恨说肚子有限哈 肚子有限 没有办法吃那么多 真的好多好吃的 然后包括甜点呢 然后吃的用的玩的都有 哦 爱泵 我觉得是这个 好夸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爱泵 上面什么功能都有 然后呢 像买火车票啊 电影票啊 然后演唱会的票 对不对 然后前几天的话 我女儿还教 我在上面可以捐款 哦 好厉害 我之前的话呢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他说 哎 我给我女儿印的那个琴谱啊 直接到那个Seven就列印了 哎呀 好方便的 真的 还可以列印 那除了说有的是上厕所呀 你可以坐在那吃东西之外 好 就其他这些服务 哦 还可以领钱 对不对 ATM 还有什么 买饮料啊 买吃的喝的用的玩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烟当然有 还有什么 我女儿说还有缴费 对 宝贝那还有啥 还有冰淇淋 还有冰淇淋 是不是宝贝 还有啥 一堆好吃的 哈哈哈 真的 我觉得超方便的 然后我真的就是看到这广告 我想了一下 想说 哎 真的 便利店真的是在我生活当中 好 密不可分的 你说台湾 咱们就说3.6万平方公里以上 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个留言 我在大陆平台拍影片的时候 这个人应该是跟着旅行团来过台湾旅行 然后呢 他就说 呃 去过台湾 连个大超市都没有 我当时我就猛了 我想说没有大超市是多大的超市啊 好市多不大吗 然后 加勒福不大吗 爱马埃 大陆队队不大吗 他说 都是一小间一小间的 后来我懂了 我想 我想通了 因为他是跟旅行团啊 可能都是坐着车 并没有到这些 啊 大的卖场啊 去逛 去走动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他可能最多的就是 可能在哪个景点下车之后的话 可能就发现说 哦 旁边就有一个Seven 他觉得说 怎么到处都是这种小的超市 好 两个大超市都没有 我觉得你真的是误会了 真的 台湾的话 好市多好像就有十几间 对不对 3.6万平方公里上面 好市多就有十几间 然后再来的话 就加勒福 哦 加勒福的话又分很多种 还有24小时的 那个是叫便利店吗 反正加勒福的话 除了这种 大型的卖场之外的话 他们还有其他的一种 加勒福就很多 然后像我说 大润发 爱买 然后还有什么美联社 然后还有什么 全联 全联也超级多 对不对 就真的好多好多 我觉得说 哇 真的是便利店 台湾这个购买力啊 可以通过这些方面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而我除了说这些之外的话 也别误会 可能没来过台湾 朋友想说 台湾都是实体店 是不是因为台湾 没有网路 这块没有发展呢 网路的话 台湾一样会在用啊 像我常用的话 就是Momo啊 然后PC Home啊 然后像这个什么虾皮啊 这些我都会用 哦 这是我们家比较常用的 像我买书的话 也会用伯克莱啊 什么图书共和国等等啊 就是好多这些 就是 网路上购物的 一样是有 所以说我觉得 从这些方面的话 也可以反映出来 台湾的一个购买力的问题 你说我这一天拍个影片 我女儿在地上爬 在那跟狗玩 她在啃脚 小Q来扒我这个椅子 好抱起来抱起来 嗯 我刚才吃了一个那个什么 麻吉啊 她就一直在吻我的嘴巴 偷吃东西都会被小Q发现 然后我觉得除了台湾 这个购买力之外的话 对于我们生活在台湾人的话 真的是太方便了 像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 我们家隔离 就是去年五月份 我们家这个确诊之后啊 十天在家里隔离之后 我们出去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这个小Q去买东西 我们买了蛋糕 买了饮料啊 然后拿回来吃这样 真的第一件事情你看 隔离这么久 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这个 因为什么 她也24小时开着 就你什么时候去 你什么时候都有好吃的 可以买得到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买了蛋糕啊 饮料啊 还买了雪糕 还买了什么 反正就买了好多池子 从那边拿回来 哎呀感觉就是一出去的话 真的第一件事情 你想到的就是想说 去小Q帮买东西 真的是这样 啊 现在小Q还有一个就是 领这个什么 领包裹 对不对 然后呢 小Q寄送东西 我觉得超方便什么 她除了可以寄一些 常温的东西之外的话 她还有这个冷冻的东西 你也可以邮寄 因为我过年的时候啊 就跟另外一个陆沛的 嗯 也是一个拍影片的 一个创作者 我不认识她 那我就是看到她 那个做那些好吃的 然后她说 怎么订购我 然后我还去问她 那陆沛的影片 我看的 几乎不看陆沛的影片 但是我那个 那段时间 我有看她的 哇 我就看她做那个 那个梅菜扣肉 好好吃啊 然后我就跟她订了一份 她就是通过Seven的 然后那个冷冻运输的方式 帮我寄过来的 免费的话 99块钱 我也觉得好划算的 呃 既可以寄冷冻的 也可以寄常温的 一些包裹的 这个 这个快递 我觉得哦 赞 真的小七真的是一个 我离不开的 哎 你看我能说出来 小七这些服务 像全家的话呢 应该也是差不多 但全家就没有iPhone 全家也有iPhone哦 但不叫iPhone是吗 哦 全家的话 像我家用这些 我啊 我个人用这些 相关功能的这些的话 其实我都是去小七 全家的话呢 也是偶尔会去买吃的而已 好 最多我们家用的就是小七 我估计全台湾是不是 最多店的也是小七了 是不是 6711间 这数字真的吓到我了 我跟你们讲 也太多了吧 呃 我觉得全家跟这个小七的 这个关系就有点像什么呢 像麦当劳跟肯德基的关系 反正你看到麦当劳了 就会有肯德基 然后你看到小七的话 就会有全家 我这么形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可啊 有没有这样感觉 我反正我就是觉得说 有的时候一条街上哈 转角这边是一间7 然后呢 隔了几间店铺之后的话 就是全家 隔了几间之后的话 诶 又有一间7 我要说哇 这也开得太密集了吧 我们家中立那边呢 我就有一次 我就是 听红利灯 我先生骑机车载我 然后我就在那边拍 7 全家 7 真的好多呀 我老公说 你在后面笑什么呢 我说我在笑啊 这一条街 不到一百公尺之内的话 我说有三间便利店 两间小七 好了 那今天聊到这吧 我知道我有个粉丝朋友的话呢 是小七的这个店员 前小七店员 对不对 他说他关注我呢 就是从这个 我们家就是隔离之后 马上就是去7 买东西 他从那个时候才关注到我的 我真的觉得说 小七呀 这些便利店 不单单是小七 就台湾这些便利店的话 真的在我生活当中的话 是密不可分的 而且我也觉得是 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便民的 这样的一个设施 我真的很喜爱这一些 那今天就聊到这了 喜欢当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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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